Hi everyone,我是Kanigin 歡迎收聽《告聊音樂》 快點來聊天 大家好 這次要介紹的歌曲 其實不單純只是一首歌曲 兩首歌曲 你們如果看標題就會知道說 我這一次要介紹 兩張只有二分之一的專輯 也就是說這兩張專輯目前都只有一半 我是不知道 是他們的企劃剛好想的點子是一樣的 還是他們剛好想要分享的歌曲真的太多了 才會有這樣子的相同的出片方法 那這兩張專輯呢 分別是JJ的林俊傑以及吳清風 分別是來自呢 JJ的幸存者如你這張專輯 以及清風的策頁一與一這張專輯 那目前呢 JJ只在數位平台上面發行了 《倖存者》這張專輯 這張EP 還能夠說EP 因為他的概念是雙EP這樣子 所以他目前數位平台上面 只能聽到《倖存者》這張EP 總共六首歌曲 那還有一首歌曲呢 是被他拿來當作 兩張EP的 算是連接橋樑的概念的一個單曲 叫做Well Like Can 那如你這張EP的歌曲呢 官方是說啦 會在11月5號的時候 會陸續跟大家見面 那清風呢 目前只發行了 策頁一一與一的上冊 總共有八首歌曲 那下冊呢 會在11月13號的時候 正式的與大家見面 那截至目前為止啦 我錄這一集Podcast為止 清風已經在Instagram上面公布了 三首下冊的歌曲這樣子 我真的是還蠻期待 這兩張專輯 最後整個作品的呈現 會是什麼樣子的樣貌 來跟大家見面 非常非常的期待 因為很少看到有專輯 就是先出一半 然後再後出一半的 就是現在都在預購的階段這樣子 那簡三 簡三 簡單介紹完 這兩張專輯的發行模式之後呢 我要來好好開始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兩張專輯想要傳達的概念是什麼 因為我這一次在聽他們的歌曲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哇賽 怎麼會 尤其是 尤其是林俊傑啦 因為她睽違了三年嘛 2017年到現在 我覺得她應該是已經 嗯 累積了好大一波的能量 然後想要好好的跟 自己的歌迷 跟大家說一些什麼 所以她這一次的概念性 非常非常的強 這一次JJ 林俊傑發行的 幸存者如你專輯呢 是她個人的第14章的專輯 那專輯想要呈現的是一種 平行時空的概念 就是說兩條故事線在走啊 但最後呢 結局或許會走到一起 也有可能是說兩個故事在進行 但是其實他們是在講一件一模一樣的事情 只是用一個一體兩面的手法來去闡述它 描述它 或者是去表達它這樣子 但我覺得呢 如果這整張專輯的概念 是要走一個平行時空的感覺的話 我們看到現在EP1裡面 已經有六首歌曲了 那分別是第一首歌曲最嚮往的地方 再來是交換餘聲 然後幸存者跟離開的那一些 還有最好事跟最後一首歌曲是暫時的記號 還有剛剛說的那個被當作Bridge的歌曲 就是Well I can這樣子 那如果啦 就是說如果它是以這樣子的概念去發行兩張EP 變成一張專輯的話 我覺得EP2應該也會是六首歌曲來對應 就是EP1的這六首這樣子 那加上我剛剛說的Bridge What I Can的話 應該就會是一張是三首歌曲的專輯 那這一次呢 它在專輯其實 因為它現在就在宣傳階段嘛 20號才發行而已 就是開始預購跟數位發行 他們在宣傳的時候其實也有一直提到說 事情的對立面 像是善與惡啊 德與詩啊 喜與悲啊 還有愛與恨跟光亮還有黑暗這樣子 所以你看這些看似很極端的兩個面向 他們可能在專輯裡面也有可能是會同步進行 或是整個相融在一起的 所以我是覺得啦 這一次先發行的這七首歌曲呢 我很難跟大家去說什麼 推薦比較比較推薦哪一首歌曲去聽 因為你勢必得要把每一首歌曲都聽完 你才能在EP2出來的時候 知道他們之間的關聯性是什麼 而且我自己想說 如果純粹用一體兩面的角度來看 或是來思考這張專輯的話 我覺得這六首歌曲 分別都有他們想要闡述的 完全極端的兩個面向 所以我先說 我接下來要講的 全部都是我自己腦洞大開的想法 因為他們也還沒有解釋說 就是這兩張EP的關聯概念是什麼樣子 就是都還把關子埋得非常的深 所以我不知道 我就是以現在這些已知的消息來推斷 跟來看分析一下 這六首歌曲的想要傳達的意思 跟之後EP2可能會出的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說 他真的是會出六首歌 還是其實更多或是更少不知道 就是從他們現在給我們的資訊 還有這些自己想要傳達的意思 我聽下來的可能會是 六跟六這樣子 然後中間一個橋樑bridge 所以呢 我自己覺得它像是第一首歌曲 最上網的地方 這首歌曲講的 我聽下來的感覺是在講堅持 所以如果是EP2的話 可能就是會講放棄 就是會用另外一個方式來講放棄這樣子的概念 那第二首歌曲 交換余生呢 我覺得它在講的是 歌曲裡面的那一個我 就是歌詞裡面講的那一個我這樣子 所以EP2可能會出一首歌 在講交換女生裡面的那一個你 去共同闡述這一首歌曲這樣子 那第三首歌曲 信承者呢 我覺得它講的是詩曲 所以EP2可能就會出一首獲得的歌曲 其實也不一定 我覺得它可能會用這樣子同樣的概念 然後用另外一個方式再來講一遍 也不一定啦 但是我現在就是以一個 一體兩面的方式 然後是極端面的方式去推斷 他們EP2可能會出的一些歌曲 所以像是第四首歌曲 離開的那一些啊 它其實就是真的是在講說 離開的人啊事情啊 或者是任何的物品啊 不管是實體還是虛構的 所以它的離開的那一些 我聽下來我覺得在講的東西是釋懷 所以EP2可能就會出一首歌在講 執著 對這樣子 然後第五首歌曲 最好是呢 我覺得它在講的是逃避 所以可能EP2就會再講一個歌曲 叫做面對 那第六首歌曲 《戰時的記號》 我聽下來了 因為JJ有說《戰時的記號》這首歌 它其實想要傳達的東西非常的浪漫 那它的概念是想說 我們人 我們人的一生 你的一生 我的一生 在整個宇宙當中 整個大時間線裡面 我們都屬於一個非常微小的點 就是我們都是一個很戰時的記號 我們這一生過完 就是時間可能就只有這個點 因為它的 怎麼講 就是它的視野是非常龐大的 所以我們可能 活了一百年就覺得 哇好長喔 但是在整個大宇宙當中 這一百年可能就真的是 非常微不足道的一個點這樣子 所以還蠻明顯可以看得出來跟聽得出來 歌詞啊 想要傳達的概念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 《戰時的記號》 想要講的是一瞬 就是這種一眼瞬間的感覺 那可能EP2就會有一首歌在講 永恆 就是講永遠永恆這樣子 你看 一張專輯 我覺得就是要有一個非常完整的概念 這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就可以真的 好好的來挖掘這些歌曲當中的涵義 還有歌手想要告訴我們 想要分享給我們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一整張專輯有一個很完整的概念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這一張專輯 從目前為止 我這樣看下來 雖然我只看了一半 我只聽了一半 我還是覺得很期待另外一半 趕快跟大家見面 因為它的故事性非常的豐富 尤其是JJ本人 自己來講這些歌曲 背後 他在創作的時候 他的想法 跟整張專輯 他想要傳達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進入到一個 就是他創造出來的宇宙當中 然後好像真的有一個平行時空 就是說我們在 現在這個時間線裡面 說不定另外一個維度的人 或是另外一個維度的世界 還有一個一模一樣的人 來跟我做 或者是跟我發生 一模一樣同步的事情 但是我們不會知道 因為我們去不到那裡 的那種感覺 所以很有趣啦 我覺得 它已經不像是一張專輯了 就是 它就是一部電影的感覺 我覺得講電影好像又有一點太小 我剛剛說的是宇宙嘛 很難講這種感覺 就是 你會跟著他想要講的東西 一直被捲進去 捲進去捲進去 捲進去那種 那一種的 你聽音樂不是只是在聽 曲跟歌詞 伴奏配樂這樣子 你是聽一個概念 哈哈 所以這張專輯呢 只有一半 目前只有出了 《倖存者》這個EP 還有一首單曲 Well I Can 來自JJ林俊傑 最新最新的 第14張個人專輯 那第二個呢 我要來介紹到的 就是清風啦 清風這一次的專輯呢 叫做策頁一 一與一 那它把它分成上下兩策 那個別都有八首歌曲 也就是說 它是一張16首歌曲的專輯這樣子 那現在發行的上策呢 其實也還沒發行啦 就是預購而已 那它的數位發行 已經發行了上策八首歌曲 這八首歌曲呢 全部都是由清風所譜的曲 然後其他人所填的詞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是什麼人這樣子 那下策呢 就是下策的八首歌曲呢 就是都是由清風所填的詞 那其他人所譜的曲這樣子 那目前為止 我聽完了這上策的八首作品啊 我覺得完完全全就是 全新的八首歌 因為你要說這其實 其實這八首歌真的都是以前被唱過的 或者是清風給別人的 或者是在某些舞台劇的一些 一些作品這個樣子 可是有些歌曲是真的會保留原本歌曲的精華啦 畢竟曲還是原本那個樣子嘛 但是說就是整個編曲上面 它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樣貌 非常好聽 就是你不會覺得你在聽一張翻唱專輯 你就是在聽一張完完全全全全性的一張專輯 然後誕生出來的作品 所以想要好好跟大家講一下這八首歌曲的作詞人 分別是誰咧 第一首跟第二首歌曲 《費洛蒙小姐》以及《我會我會》 都是來自於徐彥霖導演的詞 那徐彥霖導演呢 他是一位舞台劇的導演 這兩首歌曲呢 都是源自於2004年 徐彥霖導演所導的一部舞台劇 叫做《踏青去》 當中兩首的作品 這個樣子 那當時《費洛蒙小姐》 是清風的人生當中 第一次啦 受邀替別人所譜取的作品 所以《費洛蒙小姐》 其實是清風的譜取處女秀 然後再來就是《我會我會》 都是由徐彥霖導演所填的詞 然後也都放在了《踏青去》 這一部舞台劇當中 兩首非常好聽的作品 然後接下來的第四首歌 應該說接下來有四首歌曲 都是來自於李格蒂 這位台灣的詩人所填的詞 我覺得李格蒂大家對他的詩 如果沒有這麼多的 怎麼講 這麼多的認識的話 他曾經所寫的一些歌曲 我覺得大家一定都知道 我就舉三個代表好不好 代表應該真的是蠻耳熟難詳的啦 第一個呢像是 魏如萱的 還是要相信愛情混蛋們 還有田復珍的 請你給我好一點的情敵 那第三個就是 蔡依林的play 我配 大致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吧 這些呢都是來自於李格蒂的詞 非常非常的厲害 就是會寫詩又會寫詞 然後 其實就是詞啦 但是 會寫詩跟會寫歌曲的詞 其實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他真的 非常非常厲害的一位詩人 那這一次《清風》裡面呢 這個《策頁1》1與1的上冊 總共有四首歌曲 分別是第三首歌 《沙灘上的佛洛伊德》 還有第四首歌曲 《最難的是相遇》 跟第七首歌曲《柔軟》 還有第八首歌曲 《滴滴心垂》 這四首歌曲呢 都是由李格蒂所填的詞 那第三首歌曲《沙灘上的佛洛伊德》呢 是來自於2007年 吉米音樂劇《幸運兒》 當中的一個作品這樣子 它的原唱是 楊乃文光良跟趙文軒 那第四首作品呢 是《最難的是相遇》 它原本是來自於2014年 許如雲 在奇蹟這一張專輯中的 某一首歌曲 那第七首歌曲《柔軟》 是來自於2015年 張信哲在《還愛》這張專輯中的 其中一首歌曲這樣子 那第八首歌曲 《滴滴心垂》是 音樂劇《向左走向右走》 當中的其中一首作品 那它的原唱是 魏如軒跟蔡明佑 所以這四首歌曲 都是來自於李格蒂 這位台灣詩人所填的詞 然後清風所譜的曲 那第五首歌曲呢 《阿滋海默》 《阿滋海默》 《阿滋海默》其實是 2012年 萬方在演出舞台劇 《台北爸爸》 《紐約媽媽》的時候 認識了這一齣舞台劇的導演 就是黎幻雄先生 那黎幻雄先生呢 他同時也是一位詩人 所以在同年的8月啦 萬方出了一張專輯叫做 《原來我們都是愛著的》 那這一首《阿滋海默》呢 也有收錄在這張專輯當中 所以他其實是萬方 因為舞台劇所認識這位導演 然後他要出專輯 所以他希望黎幻雄導演 來為他的專輯所填詞 可是那時候黎幻雄就 回饋了一首詩 就叫做《阿滋海默》 然後最後才由清風來 譜上這首詩的曲 變成《阿滋海默》這一首歌 非常好聽 我跟你講真的是說 不是翻唱 你們去聽原本的跟聽後來清風的 你就會知道 他真的是變成另外一個樣貌 再拿來給大家看 拿來給大家聽這樣子 那再來是第六首歌曲《川牆人》 是來自於2007年 紅紅導演的電影《川牆人》的 算是同名歌曲啦 那當時呢 是由《川牆人》的女主角 陸嘉欣所演唱的《川牆人》 如果你 我覺得這八首歌曲 因為我這樣聽下來 我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去聽 《阿滋海默》跟《柔軟》 因為 還有我會我會 我覺得這三首歌曲 必須得說 柔軟是完完全全展現了清風 真的是最柔軟的那個音色 如果你很懷念 清風沒有這麼歇斯提琳 那麼瘋狂的音色的話 柔軟真的 你聽了會很舒服 然後 好像在水上流的那種感覺 隨波逐流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會我會呢 是非常電子 應該不是說電子 它是有一種 合成器效果 貫穿整首歌曲 因為它整首歌曲的呈現方法 就是長那個樣子 然後 合音非常的棒 我有看到YouTube 有人在說 如果大家 應該說 Acapella的族群們 聽到這首歌的話 應該會非常希望能夠 再重新的詮釋 用Acapella的版本去詮釋 我會我會這首歌曲 很好聽很好聽 然後 阿滋海默為什麼會 推薦大家聽 是因為 阿滋海默裡面 有一個音是 就是 瘋掉的聲音 清風 瘋掉的聲音 然後那個聲音非常的刺 刺骨 然後很追心 很 很 很心酸啦 你會聽得到說 阿滋海默症這樣子的詞 因為你詞已經沒有辦法去挑剔它了 但是曲長這個樣子用 我有時候在唱 因為 專輯出來到現在 我最喜歡的歌曲就是 阿滋海默 然後 我現在其實已經會 背那個歌詞了 然後也會跟著哼跟著唱了 但是每次唱到 有些地方 我都會覺得 如果我哪一天真的是 得了這個疾病的話 就像歌詞裡面講的 不要當我的女兒 不要當我的愛人 嗯 真的很 尤其清風又把它唱成這個樣子 就是會聽到 不至於到哭 但是就會覺得 好酸喔 真的好酸喔 所以 如果你要聽 還有啦 菲洛蒙小姐 我也是蠻推薦的 因為菲洛蒙小姐 有些人說她很妖艷 有些人說她很巫婆 有些人說她 因為她本來就是音樂劇嘛 舞台劇音樂劇 所以她是一個很全面 像清風可以大展身手 她的唱功 跟她的聲音變化的 一首歌曲 所以我覺得 她才剛拿到金曲獎最佳 男 男歌手 她明年我覺得也非常有機會 因為我們下面的 我不知道翻唱專輯 因為 你知道嗎 翻唱專輯已經 榮獲了 就是 最佳國語專輯獎 你很難 很難預測 明年的這一張 策約一一與一會 以什麼樣子的方式 在進軍 第32屆的金曲獎 所以 非常非常看好耶 我就看這兩個人 到最後要怎麼廝殺 坐在那個 坐在那個台下 看他們要怎麼互相殘殺 沒關係 每個人得獎 我都覺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所以 清風這一次的八首歌曲的詞呢 目前的上冊 都是有這些劇作家還有詩人們 然後與清風所合作出來的作品 然後非常的好聽 而且我也很希望 可以趕快看到他們的下半身 就是兩張專輯的下半身 都要等到11月才會跟大家見面 非常令人期待啦 很開心很開心的作品 然後 嗯 我覺得 今年 尤其是JJ的這一張專輯 《倖存者》 我不知道對大家來講 《倖存者》真的 可能 在整個全球 上面來說 因為又是疫情的關係啊 什麼的 所以 《倖存者》這個字 其實是蠻 你要說 也不能說符合 就是 很剛好 因為你想喔 JJ他不是 今年才開始 創作這些歌曲 他 用了三年的時間 好好的來寫這些歌 好好的來 創作 可是 他怎麼能想得到 在2020年 他要出片的這一年 發生了這件事情 想不到 所以可能也是平行時空吧 趕快再放大 宣傳一下他專輯的概念 對啊 你怎麼想得到呢 就是 這麼的剛好 符合 我又怎樣符合 真的不是符合 好啦 我心裡就是覺得符合 現在這個當下的 整個的氛圍 倖存者 這個樣子 好 這就是 這次 兩張專輯 我想要介紹給大家的 大家真的要好好的認真去聽 非常非常的好聽 我沒有辦法講得很細 因為Podcast講太細 大家就會睡著 所以 我是希望可以用一個 比較輕鬆的態度啦 然後 來跟大家好好 分享一下 今天我要介紹的這兩首作品 然後 最後呢 再來跟大家閒聊一下好了 因為 尤其是今天啦 我發生了一件事情 嗯 我自己個人的感觸非常的深 而且 覺得 我的人生好像又進入到了 另外一個階段 就是我今天早上去醫院回診了 然後 我的回診是因為 我在前一陣子 九月 八月九月的時候 我的身體出了一個非常大的狀況 然後 它讓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專心 然後 工作上的整個表現啊 還有工作的整個情緒 就是產生了一個非常大的影響 就是它已經影響到我整個生活的作息 然後讓我沒有辦法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才先去診所 就是看一下到底是什麼問題 後來被轉診到了大醫院去檢查 我前後被抽了四次還五次的血 就是四管 我記得是四管的血啦 就是從大範圍 然後在小範圍的去檢查 結果檢查出來呢 我今天早上回診的時候 醫生的強烈建議就是 我需要去走一個療程 然後那個療程 我在早上花了快兩萬塊 我看 就是 我聽到的當下已經 已經想說 哇 就是 我自己生活作息這麼的正常 然後飲食啊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是我的自己的生活作小了 就是說我每天 早上大概七點到七點半 我就會起床 有時候會八點了 就會賴床 然後 接著到七點半起床 我就會去 弄一弄 吃個早餐之後 我就會去健身 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 不等這樣子 看當天健身的菜單這樣子 所以 一週我會健身五天 就是一到五 每天早上都健身 每天早上都會運動 然後吃飯的話 飲食就是跟著家裡 那因為我們家是吃素的 所以 如果我要跟著爸媽吃的話 我就是三餐都是 三餐都是素食 可是有時候我必須得 摄取一些蛋白質 所以除了喝高蛋白之外 我還會自己去買一些肉啊 回來自己料理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沒有外食 就是都是在家裡解決 然後 然後 我不喝手搖飲 就是我不是喝飲料的人 除了 拿鐵 早上會喝拿鐵 或者是牛奶之外 我就只喝水 飲料只會跟朋友出去玩的時候 會喝 就是很放鬆很放鬆的時候 會喝 僅此而已 所以 我的飲食基本上 醫生聽下來也是很正常啦 然後 再來有什麼 早起 我非常的早睡 就是 我不知道這個早 對其他人來講是早還是晚 但是我 一定會在晚上十二點以前 就會睡著 有時候會是十二點半 反正不可能超過一點 因為如果超過一點 我隔天 就起不來運動了 就無法起床運動 所以 呵 我的作息正常 我的飲食正常 我也沒有 就是現在的這個階段的 工作啊 心理狀態啊 也沒有 多大的壓力 也沒有金錢上的困難 基本上沒有 可是我卻發生了 就是 我的這個嚴重程度 是我真的會疲累 或是頭痛到 我沒有辦法移動 然後 我沒有辦法去做我的工作 所以 每次這個狀況產生的時候 我都會很納悶 我今天到底怎麼了 就是 我沒有任何事情讓我頭痛啊 我沒有任何事情可以讓我疲累 然後 後來才去查 是免疫系統上面的關係 然後還有一些 身體先天性的不足 導致我有很多這樣子的 狀況 可是因為 我以前有這樣子的狀況 不會營造到我的生活 可能也是因為 年紀增長吧 所以 有些身體的機能沒有辦法 像以前這麼強壯的時候 它就會 放大或是加倍的反應在身體上面 就是以前的這些不舒服 就會加好幾倍的反應出來 所以 必須得要看醫生 然後現在也在走這個療程 嗯 我真的覺得大家就是 如果你現在身體非常的健康 很硬朗 但是你卻有一些比較不好的習慣 像是會酗酒啊 再說 我不怎麼喝酒 我以前很愛喝啦 但是現在我不喝了 有一次我喝完就是 吐到不行 我就不怎麼會喝烈酒 或是 跟朋友這樣灌酒啊 沒有 就是小酌而已 可以讓我 欸 蠻開心的睡著這樣 就是僅此而已 所以我也不酗酒 也不抽煙這樣子 所以如果 我覺得說 你們現在的身體狀況 是非常健康的 但是你們卻有一些 比較不好的習慣 像我剛剛說的酗酒 或者是 你很晚睡 或者是你不喝水 不然就是挑食啊 飲食狀況啊 不正常 我覺得大家都要 好好的重視一下 自己的這些身體的狀況 因為你真的很難保說 你哪一天 你的身體啊 瞬間跟不住了 它反映出來的 你絕對 沒有辦法想像 就是那個痛苦 跟那個 無能為力 是你真的沒有辦法想像的 就是我們沒有這麼多的錢 沒有這麼長的時間 沒有這麼大的力氣 等到你那個時候發作的時候 再去對抗它 就是我們盡早發現 趁著還年輕 身體狀況還非常好的時候 就去改善這些問題 我覺得可以讓你 再奮鬥個幾十年 都不是個問題 看我現在才二十幾 我就要去定期去醫院回診 你知道對於我這樣一個 熱愛運動健身 然後 不讓自己就是堅持 或者是非常保護自己 身體狀況的人來說 它其實對我是一個 蠻大的打擊 我必須得這樣講 真的是蠻大的一個打擊 所以最後 最後我也不要太低氣壓的結束這一集的Podcast 就是 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健健康康的 因為 我自己 就是 現在經歷過的這些 喔 好我還要分享一個 就是我上個禮拜去花蓮玩了四天 啊三 算三天啦 四天三夜 這樣子 然後非常非常的爽 我去玩了那個立獎 就是SUP 原本想要去看日出啦 可是因為天氣的影響的關係 我們沒有順利的看到日出 但是 打個歌喔 喔 很大的歌耶 哇 然後 就是因為天氣的關係 我們沒有 就順利的看到日出 我們原本是要去滑 獨木舟 然後去太平洋的外海 就是花蓮太平洋的外海看日出 可是因為 封面來了 浪真的是超級大 我們那天有去關浪 三到四層樓高啊 各位 就是那個 我們那時候看到說 好險這個行程 提前被取消掉 然後改成在 花蓮的溪口 滑那個SUP 而且我們 後來因為天氣比較放晴之後 還有去滑小衝浪 就是用SUP去滑小衝浪 超好玩 你們可以去我的那個 Instagram上面看那個照片 非常非常的好玩 雖然我在這邊疊了大概有五次以上了吧 但是還是很開心 有這樣子的行程去幫自己去做放鬆啦 然後大家如果有時間 我覺得花蓮 因為那個教練也有講說 花蓮其實最適合大家去的時間就是 六月到九月 真的很適合大家去走走 然後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話 非常建議你在六月中以前趕快把花蓮玩完 也就是說剛進六月的時候 如果沒有任何的颱風 沒有任何的什麼 你們就趕快去花蓮玩一玩 因為六月中過後 大學生放暑假 7月開始 就是 從幼稚園到 幼稚園到高中生 都在放暑假 所以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急的狀態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六月的時候出去玩 六月到六月中啊 這段期間出去玩 非常非常的開心 分享給大家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啦 這兩首 哎呀這兩張專輯 分別來自JJ林俊傑的幸存者如你 還有 吳清風 清風的 徹夜一 一與一 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就是先這樣啦 下禮拜見囉 拜拜